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那麼在今天我想大家真的是 不是只有台灣 我想其實在對岸很多大陸的好朋友 大家也都是非常的關心 真的受到兩岸人民共同的矚目 那麼大陸解放軍在今天還有發射東風飛彈 但這飛彈是否真飛越了台灣的上空了呢 那麼在今天台灣方面的國防部 是啟動了愛國者三行來備戰了嗎 好馬上都要討論 不過首先我就來帶大家看 就在今天的下午1點56分 解放軍在福建寧德市陣地發射兩枚飛彈 那麼在福建平潭 當時有民眾還拍下了 發射陸基裝備火箭彈的畫面 不過在畫面這個右邊 我們也看到有台灣的民眾 是在馬祖的北竿 這裡的秦碧村喝著咖啡 結果呢還看到了有白煙 原來是有兩枚飛彈發射的軌跡 難道一邊喝咖啡 一邊在那裡看飛彈發射嗎 寒冰 其實這張照片我今天剛好也有看到 那有人說這個煙怎麼會這樣彎彎去去 它這個導彈會怎麼會這樣飛 其實不是啦那是被風吹了 沒有飛彈會這樣飛 也太厲害了那當然他就剛好說 他在馬祖那個村子那邊 剛好真的喝咖啡的時候呢 就看到這樣飛彈飛射過來 因為為什麼他特別登這個照片呢 因為中午12點的時候 很多人就已經在等說 看什麼時候飛彈會射過來 然後結果就沒有聽到動靜 因為我們國防部也沒有發布任何消息 所以大家都在想說到底有沒有試射 什麼時候才要試射 那大家都在議論紛紛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個網友就登了這張照片出來 那根據解放軍他們東部戰區 他們自己的公布呢 他是說下午1點56分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東部戰區這個地方 對從福建平南對外海 他說在超過東線 也就是在台灣海峽東部海域這個附近 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說已經超過中線了 然後他對這個地方試射了長城的火箭炮 那長城火箭炮呢 就直接密集的集中在這樣的一個區域 就是這一個一個的痕跡都是 對這個痕跡其實就是 他射火箭炮的這樣一個軌跡 他是用這個方面去示意的 那後來呢他們又公布了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的國防部呢 本來是說他們解放軍是在 我們的東北外海 跟西南外海這個地方 射了兩批的飛彈 可是後來呢 央視就 就呈現出這樣一個畫面 他是在我們的東北角 然後在南部海域 就是墾丁外海這個地方 然後在花蓮外海 大概距離大概130公里左右的地方 然後在這個地方 有三個區域都試射了導彈 那後來我們的國防部也修正了 對就把這個西南這個地方取消了 然後把它移到就是說跟那個央視一樣 也就是東北角 然後南部海域跟花蓮外海 這三個地方 可是目前我們國防部公布是說 我們總共偵測到了11枚導彈 那當然型號是什麼不知道 東風飛彈嗎 可能是東風系列 目前他們認為是這樣 應該東風系列 但問題來了 問題就是這個飛彈你說 這個東北角或是南部海域 它直接射過來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個東部海域這個地方 這裡 對 那請問一下它飛彈到底怎麼射過來 飛彈應該要從這裡射過來吧 理論上來講 如果它是從陸基的這樣射來 那它顯然要經過台灣上空啊 是 不然它怎麼打 不然的話 其實也陸基也不是不能打 也就是說 如果從廣東 或是更北的地方 你從那個地方發比較中程以上的飛彈 也就一兩千公里以上的飛彈 那樣是有可能 但是它幹嘛這樣做 好像沒什麼必要 那還有一種可能是什麼 如果它有船艦 到了比如說太平洋 墾丁外海這個地方 或是東海這個地方 然後從那邊向這邊發射 也是可能 像這裡發射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通常沒有人會這樣做 因為這樣也蠻奇怪 所以一般認為 它既然這一次 我們大家講 它本來就是一個 威責性的一個動作 所以它居然要威責你的話 它最好的方式就是 直接通過台灣的上空 是 那正常的軌跡 應該就是它從 這個福建這個方向 然後越過我們的中央山脈 然後直接打到花蓮外海這個地方 那可是問題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國防部是 一開始是否認 有飛彈經過我們的上空 那後來到傍晚的時候 它是不承認也不否認 什麼叫不承認也不否認 就不做評論 所以那到底有沒有經過我們的上空呢 恐怕因為我們的國防部呢 現在沒有任何的發言 那NCC呢 說誰只要能夠 膽敢衛匪宣傳 可能就要發你300萬 所以 目前我們暫時以國防部的說法為準 好吧 那就國防部的不予置評 也不否認就是了 好 謝謝橫濱 所以到底真正的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我想這個請教一下 好 今天的這個賴老師 我們也看到東部戰區那邊有公佈的訊息 然後同時當然台灣方面 國防部也在今天的傍晚也有公佈訊息 那我們當然就要來做一個對照跟比對 那東部戰區當然是強調說 全部精準命中目標 全部精準命中目標 然後呢也提到是實施多區域多型號 長島火力突擊導彈全部精準命中 那麼整個實彈發射訓練任務圓滿完成 解除相關海空域管控 看到那最後一句的話 本來好像有一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因為解除管控了嘛 而且是海域跟空域 沒事了嗎 你知道很多人都這樣子想 不是啦 他的意思是說 導彈的演習區 在今天的活動 那麼是暫時結束了 所以他是他的管控這邊就結束了 那當然可以就航行了 但是一般來講演訓 他國際上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通常我們都會在24小時前公佈 所以他的演習區 他的劃定的時間是3天嘛 那現在有的是延長到8號 所以有延長到第4天了 那當天的也就是說 今天的活動已經結束了 但是明天的活動 他還是在他的演習區內 因為他的時程還是在走嘛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們的民眾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他們有談到了 就是說 他說這是精確打擊 跟這個區域拒止 那什麼叫區域拒止 區域拒止 對 的能力 是的 那區域拒止的能力 他基本上來講 是針對美國而來的 所以大陸的國防部 就在今天的記者會裡面 被問到這個事情 他就說我就是針對美國嘛 那他的態度就很明白的 就是說 我不是針對台灣的百姓 我就是針對美國 美國這樣子打台灣牌 那我們不能接受 我們不能接受 所以我現在所有的演訓 就是針對你美國 那針對美國 那我今天演習的科目 就是區域拒止 區域拒止 也就是讓你美國的船艦 不敢介入台海的戰事 但是問題就在於 戰事還是在台灣發生 對啊 也就是說 兩岸的武力的相向是 我們兩岸 還是在台灣發生 但是如果美國要進來的話 那中國大陸現在向美國 向國際社會展現 它有能力 完全阻止美國 進入這個戰區 那他要怎麼樣有能力 來阻止美國進入戰區 也就是我必須要做出 可靠的有效的 的作戰能力嘛 那這個部分裡面 第一個就是精確制導 也就是我能夠很精確的 命中目標 我打在你眼皮底下 打給你看 第二個呢 就是我的距離夠遠 那既然他講區域拒止 那因此 他又在前面告訴你說 我這次打的是長島的火箭 長島火箭 意思也就是 我是用的是常規的彈頭 TNT的彈頭 我不是用戰術核彈頭 我也不是用戰略核彈頭 因為東風16 或是東風17 是可以裝戰術核彈頭 跟戰略核彈頭 那他現在告訴你 就是我裝的是常規的核彈頭 常規彈頭 那這樣的情形 我們一般來說 對於中程的導彈 因為它很貴 它很貴 一般來說 你如果要裝 常規的彈頭 比較不划算 除非他要打的是 非常有價值的軍事目標 例如說橫山指揮所 這種很有價值的軍事目標 那他才會這樣做 因為要避免用核戰 但是我要很精準的打到你 那在這個時候 我才會用常規的 因為它的有效性 那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就是東風16或是17 它的有效射程是1500公里以上 1500公里以上 那當然就對於美國的航母 就構成了威責能力 因為美國的航母的艦載機 它的作戰半徑 小於1000公里 所以美國的航母 就不能靠近這個1500公里 可是當它一旦不能靠近1500公里 這個航母就沒有意義了 對台灣來講沒有意義 這也就是尼根號航母 你會發現它往北走的時候 都離大陸很遠 有一段距離 很遠都是超過1000公里以上 那也就是說它向大陸表明說 我沒有要介入 然後第二個 我沒有要介入台灣 所以它都遠離台灣 離台灣遠遠的 那離台灣那個遠的距離 也就是它要向大陸 也要向台灣展示說 我的艦載機 沒有辦法支援你台灣作戰 那表明我美國沒有要介入你的事情 所以美國人的堅坐磐石 各位觀眾朋友 聽聽就好了 好不過現在剛才我們既然看到了 就是東部戰區 他們發布的這兩張圖 讓你看到他們分別是鎖定了 哪一些的位置來發射 那麼雖然剛剛這個賴教授講的是 針對美國 那是他們所發布的訊息 但是呢真正會感受到的壓力 不就是在這個台灣周邊 台海周邊 台灣人應該相對來講 壓力會比美國人要來的大吧 那我回到剛才的第一張圖 那我也請教一下這個蔡委員 因為剛才我們在講 國防部當然第一時間 也趕快告訴大家說 即時有掌握解放軍發射飛彈的動態 啟動了相關的防禦系統 然後呢也告訴大家說 解放軍是在下午1點56分開始 有向台灣的東北西南部周邊海域 發射多煤的東風系列彈道導彈 那麼國防部也對這個所謂的 破壞區域和平不理性行動表示譴責 然後你看他們也發了 特別發了這樣的一張圖 說國防部有即時的在掌握動態 啟動防禦系統 那麼但是你看這個後面秀的這個背景圖呢 是愛國者三型飛彈 然後呢今天這個國防部呢 也特別告訴你說 我們今天也有掌握到 他們有向台灣的北南東部周邊海域 發射東風系列導彈 一共有11枚喔 好像看起來其實國防部都有 充分在掌握他的動態 但是充分掌握就夠了嗎 那麼在今天呢 甚至剛剛我們也看到 愛國者三型飛彈難道也啟動了嗎 那啟動了是代表什麼樣的意義呢 這裡面有幾個重要的訊息 可能目前沒有展露出全貌 可能要隔個兩天 世界其他各國發布出來 大家對照一下會比較清楚 國防部說今天解放軍在13點56分 有發射導彈 可是他發布這個消息 是已經經過三點了 換句話是下午三點以後的事情 也就是兩個小時以後的事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含義 代表他可能要查證時間 也花一點時間 其實照道理來講 台灣有鋪路爪的雷達 有各種很先進的雷達設備 應該在第一個時間就很容易 確認他的地點 彈灼點以及他的飛行軌跡 對 他現在國防部並沒有講出 他的飛行軌跡 還叫NCC警告這個寒冰說 你敢講的話就把他抓去關 所以 表示還有一個不確定性在裡面 這是第一個我們知道說 現在消息還沒有完全展露 可能要明後天 那解放軍他當然不會告訴你全貌 這是很清楚的 再來第二個 國防部掌握的消息本來是說 彈灼點是在西南部跟東北部 後來西南部修正一下變成南部 幫幫忙從軍事角度來講 西南部跟南部差很大好不好 這個我們賴博士大家很清楚 所以表示說 大陸說我是打南部 他也跟著調整到南部 那為什麼國防部會偵測西南部 然後這個就是第二個 讓我們有點擔心 如果我們的國防部 對於飛彈的軌跡都掌握不住的話 那就是一個 我不曉得怎麼去表達 但大家會有焦慮的心情 就是說應該很容易掌握的東西 你怎麼沒有掌握住 所以我們設備不好 我們還是我們技術落後 還是哪個原因總該去想辦法去彌補 再來 剛才這個賴教授說 就洩落了美國的軍機 軍事機密 雷根道跑得遠遠 他說他在菲律賓海 大家可能沒什麼概念 菲律賓海就在菲律賓的東側 那菲律賓海也不能說窄 也不能說寬 它沒有太平洋那麼寬 但是也有兩千公里寬 所以 這個 他也不敢靠近 意思是說 我得罪你的 那你發發脾氣吧 所以解放軍現在發脾氣 那現在回過台 他說發了總共有十一枚導彈 我提醒各位 真的在戰爭的時候 不會是十一枚 然後當然賴教授會覺得很貴 真的在戰爭的時候 一點都不貴 你看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 俄烏戰爭 我靠 那個 什麼 口徑 那個都很貴 那個簡直不像錢一樣在花 這表示他後面的工業生產能力 後面的武器庫要很龐大才行 所以如果說 做一個政治人物 能夠把政治問題的風險 控制到一定的程度 那演習就好了 不會往外擴大 那我們擔心就是說 這演習第一個 會變成常規性的演習 不只是說 用常規性的蛋頭 還會變成常規性的演習 那他已經建立了一個慣例 就是說 台灣的領海 我們對外宣稱的領海 機械的領海 他就在你那裡演習 對啊 然後 然後我們要抗中保台 我們敢派我們的軍隊去抗中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以不惹事不出事的原則來講 所以我們 我們是 悶著頭保台 縮著頭保台 這也是用保台 至於愛國者三型飛彈 我跟各位報告 愛國者三型飛彈 不是在保衛台灣島用的 他是在保衛美國關島的 因為他是高空攔截飛彈 解放軍的導彈要打台灣 他需要用高空攔截飛彈 高空飛彈嗎 不需要嘛 因為距離很近嘛 哪有都打得高高了 掉下來 沒那個道理 是中低空就可以 所以愛國者二型是 中低空的攔截的飛彈 所以 才對台灣有影響 再來第二個 愛國者三型飛彈 我們台灣沒有全力發射 武器是我們買的 美國有拍一個名字叫顧問 事實上沒有他我們發動不了 這一點聽得有點泄氣 不過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你花錢買的 車子不是你能開 就是這種概念 所以我們雖有愛國者三型飛彈 沒有美國人下達指令 他是沒有辦法 去攔截任何飛彈的 那很明顯的 你說秀出來又怎麼樣 美國 雷根號都躲得那麼遠 如果 他偵測的軌跡出來說 這個解放軍的導彈 可以打到關島 那他才可能發動 打到台灣 愛國者三型派不上用場 你花再多錢 是不是有什麼意義 我這樣講也許很洩氣 可是美軍認為說 你如果不在台灣 裝愛國者三型飛彈 先保衛我關島 我美軍哪有辦法幫你忙 所以你台灣先保護我 我再來幫他保護你 這個邏輯說的有點怪 台灣現在保護美國 對 你要先用愛國者三型飛彈 攔截解放軍的那種導彈 然後保護我關島 不受第一級的傷害 我就有辦法幫你忙 這個有點怪 好像我跟韓兵講說 你沒有先保護我 我沒有能力保護你 這個有點怪 可是事實上就是這個樣子的 那愛國者二型 是我們可以自己主導的 但這個時候 他愛國者三型的 他解放軍的導彈打到東北部 你敢啟動嗎 你也沒有 國防部有沒有精確的掌握 而且是第一時間 迅速即時的掌握他的動態 那再來就是呢 大陸方面有發布 他們的訊息之後 那我們也有做一些修正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以及就是在剛才我們所提到的 真的有飛彈 從台灣的上空飛過嗎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的國防部 我覺得如果你要展現你的實力 展現你有能力保家衛國 展現喔 你就應該在這個時機點 那麼在最短的時間 告訴台灣的民眾 你所掌握到的情報的訊息 因為這不是機密 你不用把你的這個 雷達的這些數據公佈出來 但是你在比解放軍公佈之前更早的 告訴大家說 你已經掌握到這個導彈 是從哪個地方發射 發射幾枚 那麼應該是東風什麼樣的導彈 東風15還是東風15A 還是東風16還是東風17 你從哪邊掌握到 然後它從哪邊發射幾枚 那麼經過哪裡 然後高度多少 然後寬度多少 然後拋物線 或者是說它的這個 關心的製導 然後它落在哪裡 我們一估它落在哪裡 你在第一時間就告訴大家 大家會給你哭呼掌 說你很棒 你太棒了 可是當你的訊息發布的慢 然後最後大陸那邊公佈訊息以後 你再做修正 大家都懷疑你的修正了 因為你為什麼修正 也就是說大陸公佈了以後 你再修正 那就代表有一個對有一個錯 可是大陸沒有修正 好這個部分你沒有修正的 那就是錯 那NCC你能告我嗎 你告不了我 因為如果沒有錯 那就不需要修正 那我們就問國防部 你為什麼要修正 你如果沒錯 你就不要修正 就堅持到底 好 最後一個 我要很短的時間講 平潭那邊打的是火箭彈 火箭彈 各位觀眾朋友 火箭彈它那邊打的 因為它是300到400公里 台灣的海峽平均是180公里 它打火箭彈 而且打在靠平均那邊 就是剛剛寒冰講的 台海中線這個地方 其實它就是提醒說 台灣的所謂的 濱海決戰 就是蔡英文的濱海決戰 那是鬼話 因為火箭彈是有效的 它是多管火箭彈 很便宜 很便宜 可是它可以打三四百公里 所以它等於是在 你在灘頭這邊 你擺的這些坦克 這些碉堡 其實是在於 它的作戰的範圍內 這是第一個 而且便宜好打 又很準 第二個呢 它打的就是兩款 一個是寧德 你有跟我們示意圖 就是寧德兩枚導彈 我估計 我估計但是不確定 應該是東風15左右 為什麼 因為它是從寧德那邊 打到台灣的東北角 也就是在台灣的東北處的 那個地方 估計大概在五六百公里左右 那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我們產生高度懷疑的 就是您一直在問我們 說到底有沒有飛越台灣 因為這個國防部說 沒有飛越台灣本島上空 你看這個標題 台灣的媒體是這樣寫 中共發射東風彈道飛彈 國防部說沒有飛越台灣 本島上空 所以 可是那你東部的落點 就是您一直在告訴我們 台灣東部不是有很多落點嗎 導彈的落點 那它是怎麼落下來的 是從哪個地方發射 我們的估計就是說 國防部你要先給我們一個界定 你的上空是指的是 大氣層以下就要上空 還是我們的飛機的飛行高度 例如說20公里左右 零界點 然後那叫上空 那20公里以上 這個進入了這個大氣層的區域中 那就不叫台灣的上空 那100公里以後 那就是外太空 所以那都不是台灣的上空 所以你的台灣上空的界定 是從我們現在地球表面 就台北的地球表面 往上你要延伸到20公里 還是30公里 你叫台灣的上空 你給我們解釋一下嘛 下定義嘛 它的定義跟我們的定義 會不會不一樣的意思 你要給我們下定義嘛 國防部 這個NCC你也沒辦法告我 因為我們要求 國防部給我們下定義 台灣的上空 到底指的是 我們台灣的上面 一直到上面幾公里 20還是30公里 還是100公里 這個部分 請你國防部告訴我們 這是第一個 那因為這個定義出來以後 我們才能夠知道 這個落點 這個導彈 它到底是由東風 我們估計 我估計大概16或17打的 也就是說它應該是 穿越大氣層回來的時候進來 所以國防部說 沒有經過我們的上空 因為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發射 然後是這樣子繞開來 不可能 它那種導彈 而且我覺得 那是打給美國人看的 因為打給雷根號看的 因為它把它設在 東部的海域這個部分 就是雷根號 您記不記得 雷根號由菲律賓 往北走的時候 就在台灣的東部海域 一直往北走 所以我估計 它是打給美國人看的 這個導彈 那這個就是東風時期 傳說它的超高因素是史馬克 而且它可以變化幾次 它的飛行姿態 一旦它變化它的飛行姿態 那它基本上來講 就很難解 剛剛您在鏡頭上看到的 我估計 那個應該不是東風時期 那個應該是東風時期 因為按照它的帶型來說的話 東風時期的可能性是比較大 比較高 所以它應該是從寧德發射 打到台灣的東北海域的 這兩枚導彈 好不過呢這個 剛才我們在看 是現在解放軍 一直在加長還有增加地方 你看4號上午 軍演處增加為7個地方了 再來在東部外海 又增加一處演習的範圍之外 還把時間又延長 說是在8月4號的10點 變成到8月8號的10點 而不是到8月7號的中午而已 增加到這個時間是到8月8號的早上10點 所以呼籲軍演期間相關的船隻要避開 那韓兵我想請教的是說 這個是隨時還可以這樣子 這個增加時間 還有增加演習的地方跟範圍 那我們就可能要 如果說這真的是像許多的專家在評論說 有沒有可能會日後 這樣子的一個演習 成為一個常態的話 那這個常態 大家本來是準備說 我三天不出海捕魚了 那現在變成說 我以後可能還要隨時要應變 再增加一天 就像漁民講的 我給他當作是颱風架了 那現在可能還要讓你再增加 不能出海捕魚的時間 那其實是真的會讓台灣人民感受到更大的壓力 不是嗎 老實講這個臨時之間在追加演習的地點跟時間 這是非常罕見的一個現象 通常是規劃好的 那也表示說我個人認為 他可能是偵測到雷根號航母的動向 因為本來早上我們得到消息是雷根號航母 他是一路往北走 往日本的方向過去 可是後來發覺好像不是 因為美國後來公佈 他還是停留在菲律賓海這個附近 所以我覺得他為什麼要特別在東部這邊 因為他本來已經有一塊 然後他在這邊又增加一塊 我覺得目的就是要告訴雷根號航母 你不要蠢動 我覺得可能是這個目的 然後他把 他為什麼時間要延長到8月8號10點鐘 我覺得他大概也在觀察美國人的反應 看你的反應是怎麼樣 我在決定我整個演習的規模內容 還有要操作哪一些科目 那其實你看他這次打了三個點 一個東北角三方 一個我們南部海域 然後再一個東部海域這個地方 日本現在很不爽 因為我們東部這個地方 剛好就打到他的經濟海域裡頭 但是經濟海域也不犯法 我講三話 而且說真的我們台灣也宣稱 那裡是我們的經濟海域 所以那就要看你怎麼界定 那問題來了 問題是他為什麼要打這三個地方 96年的時候他是打東北角跟西南角 然後這一次他打東北南部跟東部 其實在幹什麼你知道 他其實在告訴美國人你只要敢來 因為他現在有東風17這一類 可以針對航母跟針對 移動中的船艦的那個彈道導彈 所以就是你所有來遲援台灣的路徑 都會被我阻斷 所以美國如果萬一將來 台海真的發生戰事 美國要前進的時候 他就要考慮很多東西 他的航母戰鬥群 可能就沒有辦法輕易接近這些地方 那我覺得他在做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問題來了 現在就是我們的台灣 到底應該怎麼回應這個東西 因為之前就是解放軍一宣布之後 我們的回應其實非常軟 放得非常的軟 那你也可以看到包括歐盟也好 包括整個世界美國自己也好 然後甚至一些其他的國家 都是用就是相對比較 沒那麼強烈的方式 甚至有個國家直接說他們 他們的原則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就是他們承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包括聯合國都這樣講 他們都用這種方式 意思就是說我還是勸你們大家和平 可是他並沒有很強烈的去譴責 解放軍的這個演習 那等於說世界各國現在 因為這個演習的狀況 已經形成一種很奇怪的局面 就是因為世界各國都不干涉 那大家也都遵循 他居然劃設進行區 大家就離開這個地方 你知道這會造成一種事實 也就是等於全世界承認 這塊地方是屬於中國的內政問題 屬於中國的勢力範圍 那以後只要解放軍宣布 如果我又要在這附近演習了 那其他國家的船隻會自動迴避 那個航線可能也都會改掉 那問題就來 以後兩岸之間假設衝突越來越頻繁 他每隔三個月半年就給你來一次怎麼辦 那以後我們到底要怎麼去面對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會牽涉到非常複雜的政治問題 那也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經濟 因為假設台灣一直持續出現這樣的狀況 外商就不會來投資了 因為我怎麼來投資啊 你這個地方隨時可能斷糧 隨時可能能源短缺 然後隨時可能引入戰火 那我怎麼可能把我重要的設施 重要的金錢投注在這個地方呢 所以這個對台灣的未來 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這個慎重處理的話 會對台灣造成嚴重的國安危機 對不過今天坦白講啦 我們都在關注說 那輔方如何回應嘛 結果輔方的說法就是 嚴正要求中國理性自治 呼籲全體國人朝野團結 與全球民主夥伴一起 共同遏制中國片面不理性的軍事行為 共同維護台海及區域的和平穩定 那然後呢對不對 我們就問那然後呢 那此外呢其實剛才我們在談 那大陸今天呢當然這東部戰區呢 後來就說這個其實呢 這個我們剛剛在講 以為說是不是就已經是解除了 這個海空的這個所謂的封鎖限制了 但是事實上 那要說剛剛一開始就說 並沒有嘛 因為它其實還有 而且它不是只有東部的戰區對不對 還有中部的南部的戰區 而且還有其他的演習科目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是說 有發射飛彈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樣子的 其他可能的演習科目 是我們可能要準備這個接招的呢 目前解放軍他們剛公佈 尤其東部戰區 剛剛公佈一個最新的資料 他們東部戰區的空軍 有上百架的戰機 各類型的戰機 目前已經在台灣的北部 還有南部西南部 這個三個區域間 然後進行海空的聯合演訓作戰 然後目前他們的演習科目 是前天後的 也就是包括夜晚的夜間的 做封控的演習 也就是說他們原來宣布 對於東部的 這個導彈的射擊已經結束 所以是東北部 東部跟東南部 這個部分 目前的導彈的演習 是暫時結束 所以可以航行了 但是對於北部 還有這個西南部 跟南部這個地方 還是沒有 所以還是在封控的過程中 那在封控的過程裡面 就是包括了白天跟夜晚 那目前來講 他們的夜航的戰機 也已經都在這個空域間 來協助他們的海上的船艦 那海上的船艦有十幾艘 也已經都出 也都在這個戰區附近裡面 進行夜戰的演訓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台灣的漁民 尤其是北部的 還有就是南部的漁民 我不要到這個野區區 這個千萬拜託 台灣的民眾 這一點上要自治 還有就是想看熱鬧的 台灣的民眾 也小心 少到這個地區裡面 是必須安全 另外一個部分 會不會成為常態化 會 只要民進黨繼續 去炒弄台獨 去邀請 例如說 你在邀請立陶宛的人 立議員來 邀請捷克的議長 議員來 你就拼拼邀請 再邀請美國人來 後面都會有 你每邀請他就來給你一次 每個邀請就來給你一次 而且演習的科目一直在變 而且搞不好越來越近 離台灣越來越近 這次已經夠近了 這個你看 這個是領海這條藍色的線 大家看到嗎 因為我們昨天已經講過 就是這六個地方 然後這個藍色就是 所謂的領海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 不就已經重疊了嗎 然後這邊也都是 這邊都已經是進來了 然後距離本土 不到20公里 不到 然後距離小琉球 甚至是不到10公里 對啊 那我們看到軍方高層還在說 這個領海代表國家主權 解放軍如果在領海演習 國軍完全沒有退讓空間 可是就是已經進來了 他會進來 那現在就看我們的國軍 如何展現沒有退讓空間 但是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會進來 因為他已經畫出那個演習區 幾百架戰機如果進入了 您剛有談到的 北部有兩塊地方 進入我們的12海裡 南部有一塊地方 進入12海裡 那現在幾百架戰機已經進來 那如果進了12海裡的話 那我們也要看看我們的國防部 如何不退讓 這一點國防部看看 您做得到能不能做得到 對啊 現在這個 我們剛剛在這個鏡頭前 秀的這個畫面 就是最及時的 就是的確 在剛才看到大陸 央視也已經證實了 就是剛剛賴老師講到 就是今天晚上的部分 演習的確是已經開始了 這個訊息是最有時期 而且好像有殲20有出來 殲20出來 所以要看台灣的雷達的搜索能力 到底能不能抓得到殲20 的位置 它的飛行 因為它是隱形戰機 如果抓不到的話 可能就 而且它有實際上拍到台灣的 一些照片而台灣的空軍 抓不到殲20 這個問題就大了 是是 國防部您表現好一點 展現實力 來這個委員 現在大概怎麼講呢 這個總統府講說 要遏止中國的軍事行為 它只是前面加個不理性 這個是總統府自己講的 當然不是蔡英文親口說 至少總統府的發言怎麼講 那就代表他們態度 那現在能夠 遏止這個中國的軍事行為 因為美軍的航空母艦 還蠻遠的 遏止不了 那其他的什麼 G7國家都講嘴炮 因為離台灣幾萬公里 也幫不上忙 那現在唯一能夠遏止中國 這個軍事行為 不就是你民進黨政府嗎 那你民進黨政府 遏止給我看嘛 對嘛 你遏止了 表示我們可以增加信心 那遏止方法很多 那如果你不會我建立你 我教你好不好 第一個你愛國者二型飛彈 發射一下 攔截幾枚中國的導彈給我們看看 如果攔截成功 哇舉國翻騰啊 哎呀太開心了 民進黨今年年底選舉大勝啊 對不對 這是一個遏止的最好方法嘛 那第二個 這個賴教授偉言聳聽 他說有幾百架 那搞不好說只有幾十 搞不好說只有兩三架 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台灣有好幾百架戰機啊 我們飛上去遏止啊 不准跨到我們的 不要說什麼 零海12海里啊 那比林區24海里 你忘了我們還有比林區 法定比林區 零海外面還有12海里 那還有專屬經濟區 我們自己講的啦 200海里不是嗎 我們前天還討論過嘛對不對 那請問我們有沒有戰機 我們也可遏止一下 那簡單講 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 總統府下令 遏止中國的軍事行為 那你叫誰來遏止啊 你自己都不遏止啊 我們今天都在 盯那個即時新聞有沒有 然後呢就看到 很多的新聞標題 一個一個出來 那都是所謂的這個 國軍作為如何如何 你看左營軍港不平靜 戰艦雷達開啟 隨時可迎戰 再來還有陰陰共軍 國軍下令戰備輪值部隊 提升為特遣隊 還有制航老虎幻象戰機升空 天弓三飛彈戒備 還有說陰陰這個大陸無人機 好像在金門被發現 軍方就發射信號彈驅離 看起來我們的這個 國軍健兒們都有陰陰的作為啊 這個叫準備還沒有到陰陰的階段 因為你雷達開 我們台灣的雷達 大概二四小時都開的吧 沒有什麼特別哪一個雷達 說突然間搬 一小型雷達會 移動式會臨時搬去開 很多固定雷達二四小時開的 你不二四小時開 你怎麼做防空作用呢 等到它要飛機 要來再開始打開雷達 包括喊兵胸 你們以前跑新聞 看這種新聞嗎 那很怪吧 再來你說我們這個什麼熊 熊飛彈基本上是反艦飛彈 反艦飛彈那現在已經 這個軍艦已經到了演習區了嘛 人家在演習啊 那如果演習是在你領海以外 那你真的也沒什麼話說嘛 那你現在自己認為 在領海以內 你怎麼辦呢 或者靠近領海 你不是要廣播驅離嗎 至少出去廣播驅離 給我們聽啊 這個有好的解放軍的軍艦弟兄們 你已經侵入我中華民國領海 請你再立刻離開 或者學這個日本人 拿噴水出來噴是不是 噴魚船一樣 所以說你表現的是 沒有要遏止的一個嘛 那我也認為你現在不遏止是對的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拍照 把握頭清洗 攪拌